方拉当时这金轮殿可就有点坐不住了 他看来一眼柴静 柴静心里想的是这回活亲方拉的机会可就到在眼前了 方拉这个时候正在举旗不定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他的这侄子方杰出班未奏 说术黄既然是宋江人马到此 兵来将党水来吐屯 我们不妨出去迎战一阵 宋江虽然是一路边关杀到我们的国都跟前 但是我想只有我有信心可以战败宋江 把他打回到长江北岸 方拉已经值得这么一说 于是他自己信心也被增了 立即传旨摆队出城 要会战宋将 方拉带领着朝纲中的文武群臣 手下有他的侄子铁戟将方杰 同时还有那位飞刀将杜威 另外还有二十几云朝中的大将 再加上左右与原帅 还有参政大臣沈寿 方拉在黄罗散盖金顶龙旗定罩之下 端坐在马上出城列队 对着对国的宋将已经把阵势拉开 宋将催马向前 方拉把战马也望上一提 宋将在马上就冲方拉说了 说对面可是方拉吗 方拉在马上问了一句 你可是宋将 宋将说正是在下 方拉 事到如今 局势在这明摆着呢 我军两路大兵压境 你所胜统辖地区无几 方拉 实施务者为军节 我劝你 赶快滚干落马双手背旁 让你手下的文武群臣 一起俯榜之后 回朝廷听罪 如若不然的话 恐怕你手下这些个人 干受刀兵之苦 最后还难逃覆灭的命运 方拉一听 微微一笑 宋将 你我二人 原本都是陆林中人 我听说 你在梁山上 是桃把金交易的大债主 那么我在江南 和你一样 大宋王朝 曾经几次新兵 争搅于你 而你几次 打退了 宋王朝的进脚 那么我在江南呢 大宋王朝 也曾几次 争搅于我 也皆被我打退 你我二人 原来都是 同命运之人 而今天 你宋将为什么 归顺了大宋 新兵 讨伐于我呢 宋将 你想过没有 你这样做 这叫鱼棒相争 鱼翁得利呀 方拉一说这句话 宋将在马上 微微一笑 方拉 你说我二人 是鱼棒相争 我们两个人 怎么能够 相提并论呢 方拉 我跟你说 我宋将 虽然是 在梁山上 也是战身为亡 但 随为则扣 我心怀 报国之心 你在江南 身为强盗 心想的是 叛国之意 我宋将最终 所落的一个 圣上昭安 罪名原谅 而你方拉 黄袍加身 想推翻大宋 一个是顺民 一个是叛贼 我们两个 怎么能同日而鱼呢 方拉一听又笑了 宋将 我再跟你说 你这样做 可知道 汤郎 普蝉 黄雀在后 就说 我方拉 现在 你打到 我的国门 咱们退一万 不讲 我方拉 即使 被你剿平 我是那蝉 你就是那 汤郎 你虽然 普了我了 但是你身后 还有黄雀 大宋 国朝 奸臣党道 你乃是梁山上的一个贼寇的首领 能让你在朝纲中紫袍金带站立长久吗 我方拉敢断言 你是受了大宋王朝的作使为人使用啊 最后我们是两败俱伤 你的后果比我还要差 方拉说到这里 宋将又说了 方拉 刚才我把话都已跟你说完 你是祥与不祥 被绑不被绑 如若不被绑 咱们两军正常较量上下 方拉说好吧 宋将 你不要以为你兵到我的国门之前 我就败了 自古用兵有道 韩信有背水之战 兵法中有 至于死地而后生之术 那么今天 我们就将场上较量较量 说到这里 方拉把马望下一代 宋将把马望下一回 双方的战将望成一冲 方拉那个 第一个上来的 就是那位飞刀将杜威 飞刀将杜威 一提做起来到江场之上 手中一颤这条枪 问对面拿来 霹雷火亲民手摆着叮叮 狼牙棒签就冲上来 冲上来之后 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 征战之际有二三十个回合 就看这飞刀将杜威 突然虚点一枪 落马落荒而败 霹雷火 秦明催马随后紧追 他催马这一个追的功夫 这杜威由大马上 把这个枪 往回了一摔 枪尖朝后 秦明不知道这杜威 是什么招数 这么一愣神的功夫 这杜威从他身上 那个飞刀窍里边 就把这飞刀抽出来 抽出一把飞刀 扭将回尘 朝着秦明 这一刀就扔过来 霹雳火秦明 一看那刀本面门 飞过来 秦明用狼牙棒 望我一拨 这狼牙棒拨出去了 紧接着杜威 这第二把飞刀 弹出来一甩手 看刀 这第二把刀 说声看刀 他没有甩出来 这是虚招 可是秦明呢 拿这狼牙棒 往这边又一划了 他往这边又一划了 这划了过来 那刀可就飞过来 他这刀 打了一个时间差 这刀一过来 秦明可就躲不了了 扑的一刀 扎到了右肩头 这刀扎到右肩头上 秦明自觉不好 拨马望起一歪 紧跟着啪啪用两刀 正躲进秦明的后背 霹雳火秦明 应生而倒 栽一落马下 飞刀 把秦明给杀死了 这功夫 宋江手下的军族 善来抢夺秦明的尸体 那边宋江的重将 一起望上冲杀 那边望上冲杀 这边方辣的侄子 铁挤将方杰 挺挤出战 这方杰 手中这杆画杆 方天体力大无穷啊 他一个人 抵住宋江那边上来的 三四位将官 这边二十多名战将 也都上来了 于是两军阵上 方辣的队伍 和宋朝的大军 就打在了一起 杀在了一处 这功夫 方辣就撤回城中了 回到行踪之内 那么柴晋跟燕青 两个人出征没有呢 他俩没出征 方辣走的时候 告诉这驸马 你在这给我看守公院 柴晋一看 方辣回来了 柴晋就问江城怎么样 方辣说正在激战 朝中的大臣跟方辣就说了 说这个地方 咱们不能久待 咱快点撤 撤回邦元洞 撤到邦元洞那个地方 等候消息 也是考虑到方辣的安全 于是方辣带领着文武群臣 以及小玄凤柴晋 还有浪子燕青 就一起就撤到了邦元洞 说是邦元洞 其实这是邦元洞镇 这个地方是个镇子 旁边山上有一个洞 叫邦元洞 在洞口的外头 就是方辣的宫殿 这宫殿 那也是奇迹吊脚 化洞凋梁 修建的非是一年呐 这个镇子周围 有方辣的几万人马 都在镇子这设防 大陆上镇门外头 都有方辣军兵 方辣撤回来之后 回到宫中 回到这里 他等候着前提的消息 没用多久 方辣的执子 这方杰 尤打前线上败下来 到了宫里边 一见方辣 向方辣诉说 前提情况 说现在 宋江和卢俊逸 两路人马合在一起 已经攻破了清溪县城 这位飞刀将杜威呀 随着也撤下来 方辣首先那几个名将 死了好几位 现在败军 也撤到了宫里 方辣听到这里 当时这心里可就没有主意了 有人就劝方辣 说现在呀 您应该从这个 班园洞的后边 这个洞后边 有一个出口 这个出口 正好出在半山坡上 咱们从这半山坡出口出去 然后藏进深山密林 我们保存实力 在这走喽 宋江到这找不着咱们了 他肯定就回朝了 他走了之后 我们是留得青山在河 抽屋柴手 重整七股 再组队伍 有人一提这个 当时柴晋在旁边一听 这可不行 柴晋心想你们要跑了 我这个底子不就白握了吗 柴晋马上出班贵奏 柴晋就说陛下 如今宋江大敌当前 我们不可逃跑 如果我们逃跑了 会对江南百姓的民心 我们现在还有几万人马 守住帮袁东 末将不才 我愿意讨您一道旨意 等宋江到来 我出马赢敌 会他一战 如果我们觉得实在不行的时候 再撤不迟 方拉一听 这个招的驸马 一向没怎么说过话 可今天突然自告奋勇 要到江场上立功 得看看这驸马的本事如何了 于是方拉就降之一道 说等宋江人马来到之时 让驸马出征 打一当 柴晋把这个旨意领了 果然没用多久 宋江大军压境 在邦元洞阵阵门外头 扎下了大营 宋江的大营这一扎下 小轩碰柴晋 立即带领了燕青 点起了五千人马 放炮出阵门 来到邦元阵的阵外 将场上裂开队伍 高挑一干大旗 旗上面绣的是 驸马 磕 小轩碰柴晋这一出征 说不定这方拉看上他就招了驸马了 宋江说他叛离了我了 吴庸说这得两说着 咱们得派一个人上去打探打探 宋江说派谁去呢 旁边矮娇虎王英在马上说话 王英说这事交给我吧 矮娇虎王英这只旗子的马上 手中拿着一条熟铜棍 双腿一颗马肚带 这群马 来到江场 到江场上之后 矮娇虎王英一看见小旋风柴晋 王英用棍一点 哎 什么人 柴晋说你问我 我乃是方拉带王 驾前的驸马 我姓柯 叫柯柯 王英一听 嘿他叫柯柯 王英压低了声音说 你不是柴晋吗 什么时候要改了姓儿了 柴晋说修走砍枪 啪一枪扎过来 柴晋信下咱们两个江场上 哪是唠嗑的时候啊 他们一枪往这一扎 矮娇虎王英拿冻棒吧一架 两个人马打盘还 一边打着 一边交谈 这柴晋呢 就跟王英说 啪一枪 我告诉你 我这是改的名 王英说 你现在怎么样了 柴晋说 你看枪 我正在卧底呢 王英说 我们来了 你怎么办 柴晋说 我想了主意 今天晚上投赢 你告诉宋大哥 啪又一枪 让宋大哥做好准备 如果我这主意能成 今天晚上就把他们给破获了 王英说好家伙 你跟公主成了亲了吗 柴晋说我还没有 王英说那要得着我 我早跟他睡了 柴晋心想这什么人呢 这是啊 柴晋一看矮娇虎王英 这是一个好色之徒啊 因为娶这一丈 柴晋胡三娘 你这跟那个宋江发了多少回脾气啊 柴晋心想 这回要把你派出来的就麻烦了 两个人在江场上一边打着 柴晋又说了 你得想法败下去 告诉宋大哥 让我多赢几阵 王英说那好办 打败仗还不好办 我这就跟你说输了 两人打着打着 柴晋拿枪一扒了 王英 王英就事 由他马上叭击掉地下了 王英掉地下之后 那利索小个子 来到个就地 十八滚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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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回营中 王英这一回去 柴晋手中把枪一拆 送枪 你们哪个还来 话说到这里 一看由打对阵上 一催马又上来一位 普天雕李英 这普天雕李英 手中端枪照着柴晋便次 王英下去之后 把这个消息都带回去了 宋江东那就好吧 给他住住阵吧 咱们多拜几个 普天雕李英上来 跟小学盟柴进交债 没有几个回合 啪 让小学盟一枪 把叛甲涛给挑断了 李英拜下去了 李英拜下去之后 紧接着后面一催马 又上了一位青面兽杨志 青面兽杨志上来之后 抖枪就刺 小学盟柴进跟杨志打了几个回合 倒转枪转 拿着枪杆 照着杨志的后背 啪就一枪杆 杨志望马南秋一服 假装报案吐血 吐没吐血谁也没看着 反正看见杨志在那约了两口 其实什么也没吐出来 这杨志败下去了 小学盟柴进连赢三振 这个功夫 就在那个班园洞上边 那山头上 感情方拉 居高临下 给柴进阵官兵料阵 方拉一瞧 哎哟 看起来 我这个驸马 永贯三军哪 方拉高兴 小学盟柴进 赢了三振之后 带队回阵 回到邦云洞宫殿里边 一见方拉 方拉马上吩咐 给我的驸马庆功 大排艳艳 庆贺连赢三振 带官方 柴进就又说了 说 父王 我现在有一条计策 不知您意下如何 方拉说有记 你尽管娘 柴进说 我想 现在宋江 他是乘胜来到我们的 邦员洞外 他们觉得 他们是必胜无疑了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还有力量 可以把他打败 白天我们跟他交战这一仗 今天晚上 我们给他来个偷营决战 让方杰 还有那位飞刀将 我们一起偷他的营 宋江肯定 白天打完仗之后 他没有防备 他认为我们没有力量 再对他进行反攻 我们恰恰攻起这个弱点 晚上投赢 如果能够得逞 要能活捉了宋江 他的部队不战自败 方拉一听是连连点头啊 心想 我这个驸马 这是文武全才 好 驸马 就按你说的办 于是当天晚上 让他们准备投赢了 晚饭之后 小玄峰柴进 带领着浪子彦青 再加上 那位飞刀将杜威 还有铁起将方杰 以及方拉手下 十几名战将 领着两万人马 点击之后 就等到四更天才出发 为什么三更天 此时半夜 怕他们还睡不时 四更天过半夜 正是他们睡时的时候 于是 到四更天 马去乱临 人去盔甲 干嘛去盔甲呀 因为这个盔甲在身上穿着 有这一动态 他有响动 偷赢嘛 怕有声音 被敌人发现 这一人去盔甲 打起仗来 就少了一层防护啊 这都是柴静给出的这主意啊 其实这都是搜主意 这队伍晚上就出来了 悄悄的出了战门直奔宋江的大营 这一进宋江的大营 宋江早有准备啊 因为矮角虎帮英把消息带回去了 跟宋江这么一讲 宋江把队伍已经撤出营去 营中是空营 当他们的队伍拥进营来 发现是空营的时候 四面帮子一响 灯秋火把量子流松 照耀如同白照 宋军就包围过来 这一场恶战 几万人是杀在了一起 小玄奉柴静 手中端着枪 紧跟着这位铁脊将方杰 因为铁脊将方杰 这条混铁脊 他特别的勇猛 方杰望迁过奔 催马望迁走着对过 正碰出了白花蛇阳春 白花蛇阳春手中拿了一条棍子 跟方杰马打对面 楼头盖顶这一棍砸起来 铁脊将方杰 把几万把一架螳螂的一声 白花蛇阳春这个棍呢 前手又松了 差一点没飞了 两人马打盘桓 没有二三合 就跟铁脊将方杰 给他使了个迎门三级 啪啪啪 最后一击望了一叉 白花蛇阳春多闪不及 这一击就扎到前胸上 啪的一声 铁脊将方杰把白花蛇阳春 挑落马下 就刚把白花蛇阳春挑落马下 方杰就觉得自己 左后方软了一下 一发凉 进了个东西 什么玩意儿 枪 小旋风柴晋一直跟着方杰啊 方杰对柴晋可没有防备啊 这柴晋 驸马 眼看就是他的妹夫 方杰能提防他吗 可是他把白花蛇阳春 这一击扎上了 他俩手里挤还没等撤出来 柴晋一看正式动手的时候 扑的一枪 从软来这就把他扎进来 从软来这也扎进来 铁起将方杰一回头 他瞪眼一瞧柴晋 柴晋这个哥们冲他说了一句话 我告诉你 让你死个明白 我不叫柯克 我是小旋风柴晋 宋江的部下 这只方杰 虽然说不出话来 心里边才明白 到死了他才明白 方杰被小旋风柴晋 一枪挑落马下 那个飞刀将杜威呀 已经被宋江这些个将军们给围起来 他想使用飞刀也使用不了了 腾不出手来 征战之际盘本有一仗 倾护三娘过来 把红农套锁拿出来 啪一抖 这红农套锁正套在这杜威的脖子上 往回中一带 这杜威犹打马上出通就栽下了 这护三娘拖着杜威这么一走 乱军之中 被众人是马踏而亡 方拉手下十几员战将 有的战死在军中 有的被宋军俘虏 这个时候浪子彦青手中使一对双刀 砍杀起来这方拉的队伍 方拉的队伍开始还不知道 后来一看说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自个人杀自个人呐 彦青心想我杀的就是你们 这一来他们才知道中了宋军的计了 宋江指挥了队伍 在小玄凤柴晋和浪子彦青的率领之下 这队伍就拥进了方圆洞镇的阵门 拥进阵门直奔宫殿 黄公啊 这点黄公想着守 守不住了 因为现在都打乱了套了 满山遍野 全是喊沙声 全是兵器的磕碰声 冲进宫门望 你就冲上 这个功夫小玄凤柴晋 在头前带路 先到后宫 到后宫一找 发现方拉不知道什么时候 撤退 跑了 小玄凤柴晋 这就又往那边的宫门里边走 进了这个旁边的偏店 进来之后一瞧 这院里边住的 正是那宫主 方金芝 金芝公主 手中提一口宝剑 好像她没走 不知道为什么 这金芝公主站在这儿 小玄凤柴晋进来之后 跟金芝公主两人一打照面 金芝公主手中拿着宝剑 看着柴晋 哥父马 你 怎么回事 你投降宋江 柴晋是公主 实在对不起 事到如今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 我是宋江一百兵八将 里边的磕头 结义弟兄 我就小玄风柴晋 我不是柴晋 我是到这儿 卧底来的 公主听到这里 什么 你是柴晋 你不是柴晋 对 柴晋 你枉为七尺男儿 你既然 不是柴晋 你为什么到这儿 甘愿招了个驸马 你败坏我的名节 你败坏我的青春 你让我怎么今后 有颜面再见世人 柴晋这公主 实不相闻跟你说 想招我当驸马的时候 我找一个托词 没跟你成亲 就因为 我想到了你的名节 公主说好吧 既然如此 你我是两国仇人 你过来交战 金之公主跟小玄坊柴晋 两人一见面的时候 公主让柴晋过来交战 柴晋没动地方 此时和柴晋心情非常矛盾 尽管说 他跟这金之公主 只有夫妻之名 没有夫妻之情 但是多日的接触 柴晋觉得 这位金之公主的确 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她文武全才 容貌秀丽 如果要不是因为两国交兵 不可调和这层关系 要说把这位公主许配她为妻 这柴晋还真能干 这就叫政治跟爱情 发生了矛盾的时候 就得从属于政治了 所以柴晋这个公主 跟金之公主说了 公主啊 不要打了 现在外边都是我们的人 打也无意 金之公主说 柴晋 你把我诓骗了 你我是敌对仇人 想要让我投降 没有门 看见 一箭笨 柴晋就扎过来了 柴晋敢往旁边一闪 这宫柴晋什么呼啦的一下子 进来很多宋军 各执兵器 在这公园里边就把这金之公主 给团团围住 金之公主一看逃跑路 求生不得 把宝剑往搏向上一打 噗的一声 这公主自吻身亡 倒在了地上 香消玉云 尸体横尘 柴晋眼观着目前的这一切 这心里边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 这公主死了 给柴晋在心中留下对她的一番亲辈 征战之急来不得多想 柴晋分不扔给她收拾尸体 紧跟着带领人往后边搜找方拉 柴晋跟彦卿他们一起到了帮员洞里 一直搜到后边 没找找方拉 他那个左丞相右丞相 楼敏中了 祖师远了 都不知哪去 看来方拉带着他这一伙进尘逃跑了 柴晋说我知道 顺着帮员洞 半山坡上有一个出手 往那找 于是这些人忧打这个帮员洞里边 就从出口出来上了山 到山上边 登高望远 一看从山峻岭重重叠叠 往哪找去 但是找不着也得找啊 放拉这是头啊 这能让他走了吗 于是把队伍分成几路 四处寻找望迁行进 望迁这一找就找出了好几十里地来 找着找着 燕青忽然发现 哎 远处山沟里边的冒烟了 不是山民做饭 那就是他们起火 对 大家伙顺着那股烟就过来了 居高临下望下一瞧过来 方拉这些个大臣们啊 可能是逃跑这些有点饿了 不知道谁放松警惕了 在这点上火了 想要做点什么吃 小宣凤柴晋 和浪子彦卿 马上领着这伙宋军 呼啦一下子就围朝过来 围一下这个 山沟一看哪 所有的丞相文武大臣 包括那沈寿兄妹 沈寿和他那妹妹 沈玉珠 也就是燕青的那个未婚妻 都在这儿 燕青马上吩咐都不要动了 动也无意 这些人一看已经是被人家重重包围 还打什么打 一个个全都扶手背心 全都捆上 捆上之后 燕青告诉他们 拿一根绳子把他们穿上 省着他们跑了 哪个也逃不了 都穿到一根绳子上 牵着走 但是这里边没有方拉 燕青都没有方拉 问他们方拉哪儿去了 这些个大臣们 谁也不说方拉上哪儿去 燕青看了看柴晋 柴晋说他们的 往前找 还顺着这条小路往前走 肯定方拉离他们不远 看我们尤打高出 往前一冲的功夫 他借机逃跑了 跑不了他 他们往前继续找方拉 往前正走着 尤打对过走来仨人 柴晋一瞧啊 嗨嗨 方拉已经被捆着过来了 身后边那两位是谁呀 花和尚鲁晋深 行者武松 柴晋一瞧 哎这样为什么在这儿出来了 宋德哥找你们找不着 寻你们寻不见 突然间在这儿跑出来 把方拉给逮住了 这怎么回事呢 咱不说嘛 鲁晋深跟武松两个人 追赶那和尚邓元爵呀 这和尚邓元爵出家所在 就在这个密林深山之处 有一座寺院 这个寺院叫龙云寺 这和尚啊奔他原来出家的地区来了 鲁晋深跟武松两个人一直就追到这里 追到这儿之后 把这个和尚置于死地 杀了这和尚 庙里边这个老主持 看他们把这个邓元爵给杀死了 这才跟鲁晋深说 说原来他是在这儿出家的 但这个和尚是一个恶僧 他不是真正的拜佛奉经的人 欺负我们庙里的所有和尚 谁也不敢惹他 今天他们被你们杀了 这也是佛法无边 报应循环 把邓元爵杀了之后呢 这鲁晋深呢 本想着要回去 但是又一转念 知道武松啊 这胳膊的伤还没有完全痊愈呢 鲁晋深心想 咱在这儿在江阳几天 所以就让武松在这儿又住了几天 这么一住了几天呢 宋江的人马就打到帮圆洞了 今天方辣原来是跟他那些文武群臣在一起 看见柴晋和彦卿 他们又打山坡上往下一围剿 借着一乱的功夫 方辣自个跑出来 方辣顺着山路一直跑到这个地方 他知道这儿有个庙 进了这个龙云寺 见到老主持 这个时候鲁晋深和武松两人 正在旁边缠房着休息 方辣进来 见了这个主持 和上就说了 说我是方辣 宋军已经攻到帮圆洞了 你快着点 把我给隐藏起来 他们找到这儿 你就说没见着 方辣一说这句话 鲁晋深跟武松两人在屋里就听着了 哎呦 方辣送到这儿来了 所以花贺着鲁晋深跟武松两人就出来 这一出来一动手 方辣望外就跑 鲁晋深跟武松随后就追 是武松把方辣追到半山上 用一只胳膊一搂脖子 一块滚下来了 鲁晋深帮着把方辣给亲住了 拿绳子捆上了 历史上记载呀 有人说是韩世忠亲的方辣 有人说是刘光世亲的方辣 但是民间都传说是武松单臂亲方辣 方辣被捉住 所以花贺着鲁晋深跟武松两个人压借着方辣就往这儿来了 小玄峰柴晋跟浪子艳青一看 哎呦 这二位在这儿了 各须离别之后的事情 来不及多谈 马上把方辣也看压着望归走 这一路上 一边走着 彦青在旁边就瞧不着 彦青就对这位沈玉珠小姐叫为主意 走在路上 她离着那个沈玉珠不算太远 突然间那个沈玉珠站住 站住深情之后 回头看看彦青 哎 你不是彦青吗 沈玉珠早已经听说了 这驸马跟他那个仆人都是宋江手续人呐 彦青说对啊 我就是彦青 沈玉珠说彦青啊 看在你我二人 还有点夫妻的名分 你干嘛非得把我跟他们穿成串一块走啊 我觉得我这个大姑娘跟他们这么一起走 丢人 你把绳子给我剪断 让我自己背着膀单独走不行吗 彦青一想 彦青一想虽然我们是有了夫妻名分 没有夫妻的情分 可是毕竟这个姑娘当初在神州内上 我们有一面之石啊 有点交往还是有点感情的 不让他跟大串走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彦青马上吩咐首先人 给他把这绳子 脚断 把这个沈玉珠小姐就单独 让他背绑前行 不在这个串绳上走了 这沈小姐往前走着走着 前行不远就有一处 右面是立斗石崖 就跟那个沈小姐走到立斗石崖这个地方 突然一转身 看了彦青一眼 彦青一看着沈小姐回头一看他 彦青就意识到 心想他要干什么 他要跳崖 彦青望着一纵身 刚一张手 这沈小姐一低头 摔了一下 万丈深渊跳下去 沈小姐跳底下摔死了 但是沈小姐跳崖之前回头看彦青这一眼 那个目光 给彦青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艳象 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情绪 彦青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彦青心想 哎呀 这是为什么呢 这位沈小姐也是陆林中的女豪杰 就像我们梁山一百丹八将里边的 仪仗清护三年和孙二良一样 可是如今被我们绑上了 她不愿意跟着到朝中受惩罚 判罪 自尽身亡 这是个烈性的女子 彦青心里边老半天都没过劲 一直思念着这位沈小姐 这边把方大等人压借着回来 把他们压借回来的时候 这一站 满山遍野 那个喊沙声已经渐渐的弱下来了 个别的地方 还有不服的南军跟宋军正在交战 皇宫里边完全被宋江的宋军占领了 这个工夫这阮七爷 领着很多人在皇宫里边查点物资 收脚村宫啊 查来查去就查到了后边 方拉有几个大箱子 这箱子里边全都是他伪造的 冲天官九龙者荒袍八宝穿珠袋 墨女巢靴 这阮小琴 那是个性情活跃的人 阮小琴过来之后一看这一发呀 哦 这是皇上穿的袋子 阮小琴把冲天官他戴上了 九龙袍他穿上了 一袋一砸 这靴子他没换 牵过自个儿那马来 跨马骑上 呵他出来了 一边出来顺着山坡东圈 阮小琴在那喊 看见没有 这就叫当皇上 我当一会儿我尝尝什么滋味 这边不过如此而已 穿这边就是皇上 脱这边就不是皇上了 是不是 可是他正在这跨马奔跑的功夫 恰恰被两个人看见了 这两个人是谁呢 是同贯手下的两位上将 一个叫王炳 一个叫赵潭 这王炳赵潭干嘛来了 同贯得知邦元栋被打黑了 同贯紧跟着就来了 先行军就是王炳们赵潭 同贯想 方大被捉住了 我是元帅 我也得到前线 这功劳有我一份 不能都是你送江的 所以王炳跟赵潭两个人到这儿以后 一看阮小琴在那儿骑着马那么转 好家伙 穿着龙袍 带着王官 这两个人赶紧用手一指 那是谁 那是谁 你过来 闻小琴一催马来就跟前 怎么着 我 闻小琴 闻小琴 你这是戴着谁的帽子 穿着谁的衣裳 方大的 我想穿着玩会儿 你想穿着玩会儿 你这有叛逆之心 这王官龙袍 是你能穿的吗 只有当今的皇上能穿 那方大他穿着这个东西 已经犯了十恶不赦之罪 你穿的那边满山跑 这还能了得吗 闻小琴一听着吧 你俩谁啊 我是童元帅 手下两位上将军 我就王炳 我就赵谭 哈哈哈哈 上将军 上将军 早干嘛去了 我宋德哥带领着我们弟兄 争脚方浪 前提上抛头颅 洒热血血染争袍 那阵你们都在哪呢 帮元栋打下来了 方浪已经被我们给彻底打败了 你们跑这儿清宫来了 是不是 雨停了你送伞 孩子死了你来哪了 你少干嘛来这一套 我告诉你们 不是我宋大哥管要的我们 我早把你们俩先马下巴去了 你信吗 这俩小子一看 这转小车挺横 他没敢再多说什么 好好你等着 等回朝咱们再见 你回朝又能怎么着 顽小青马上一带马 回去了 回到皇宫里边 把这王冠 龙袍 拖进来了 这个时候 宋江带领的众位弟兄 已经是进入了邦元栋 紧接着 同贯跟副元帅刘光世 也都来到了这里 查看战场 这战场上 满山遍野包括 帮元帮元栋镇里边 到处都是死尸啊 有方纳的南军 也有死的宋军 历史上讲说 跟方纳争战三天的功夫 死伤二十万人 那么今天这一场恶战 死的人不计其数 可以说是尸横遍野 雪流成熙 打扫战场 清点缴获的物资 同贯心里边非常高兴 宋江这功夫 一听说 把方纳也捉回来了 一箭柴禁 还有浪子彦青 尤其又看见了 花和尚鲁之身和行者武松 宋江悬着野酒的这颗心 算是放下来的 带领着全部众围弟兄和宋军 游打帮原洞撤到清溪县 准备在清溪县驻扎两天 然后奏凯环朝 在清溪县驻扎下来之后 这个时候混江龙李军 就来找宋江来了 宋大哥 方纳已经被平了 现在他们这些个文武朝臣 都被捉住了 大功告成 您就要回朝秦宫寿赏去了 兄弟我呢 跟您这次争战 就算是把这个事帮着您办完了 我要走了 宋江一听您要上哪呢 混江龙李军说 您还记得吗 我太湖那有个朋友 他约我呀 跟您这打完仗之后啊 到他那瞧一瞧 我跟他呢 要多玩几天 我带着同威同猛 宋江说 你们去可是去 要尽早的还朝 李军说 您放心吧 我一定尽早的还朝 宋江点头这一答应 混江龙李军 带领着同威同盟两个人走了 这一走 可就再没回来 后来京剧有出戏 叫打鱼沙家 刚上场的两个人 报名字的时候说 一个叫混江龙李军 一个叫卷毛虎尼戎 其实那个尼戎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卷毛虎尼云 李军后来上哪去了呢 水浒原文上说他到了仙罗国 还当了国王呢 那个仙罗国就是现在的泰国 究竟有没有这个事 实无考察 李军反正从这就走了 李军走了之后 又来了一帮子人 谁呀 以矮交虎汪英和胡三娘为首 因为矮交虎汪英和胡三娘 得知 卢俊义那只人马 在攻打奢州 过玉岭关的时候 梁山一百零八将 又死了十七八个人 矮交虎汪英啊 跟诸多的弟兄在一起就议论 什么蔡元子张青啊 吉仙凤索超啊 插之虎雷恒啊 还有汤龙啊 王定六啊 小霸王周通啊 这伙的人在大仗里面议论 汪英呢就说 王英说 诸位 咱们眼看着可就要奏凯回朝了 你们回朝吧 我领着我老婆找地方过安生日子去了 这些地球们一听 王英那怎么回事 王英说你们没看见吗 这一路上 就这个铜冠这元帅 像逼命一样在后边追着我们 一个劲的前进 就因为他追我们老前进 所以我们敌情不清 就贸然打仗 最后死了这么多的弟兄 这是用着我们的时候这样啊 要到了不用着我们的时候 回到朝里 那我们就认人宰哥 没了好了 充其量 我们现在是个代统治 回到朝里面皇上一高兴 把这代字给咱们摘了 我们就成了统治 统治又能怎么的呀 一个州县的地方官 又能如何呢 老百姓 老百姓有句俗话 不要忘了 没有将军 没太平 有了太平 就没将军了 自古之今 征战的武将 有多少有好下场的 回朝之后 朝里边那帮大臣 别跟吃饱了 没事 什么都不干 他竟算计人们 我可不让他们算计 我呀 拧着我老婆 走啦 天涯海角 到处都是我安身之地呀 人生十条路 条条可谋生 弟兄们 我准备跟宋德哥说 我要走了 让这矮家伙 汪英这么嘀咕的呀 这些人一听 可也是这个理呀 这一路上 我们死了这么多的弟兄 到底是为什么呢 有的就说了 我觉得 虽然说争讨方拉 细想起来 方拉也是跟咱们一样啊 哎呀 这一路上 真方拉 没有在梁山 过得顺心 所以三村都 两村都 二十多人 以矮娇虎 汪英为首的 来找宋江 提出来要走 宋江就问他们 你们上哪去呀 汪英说 我们呢 天涯海角 到处都是安身之地 宋江说 你们这都是在前县城 征战立国宫的人 我回朝向皇帝禀报的时候 我怎么说呢 王英说 您就说我们死了 这不很简单吗 就说我们正忙了 如果同贯要知道我们呢 您就说呀 我们都跑了 我们这些人走了之后啊 肯定都更名改姓 再不叫原来这名了 再叫原来这名啊 生怕官府查着我们 借茬把我们再逮起来 大哥 您就给我们一点自由吧 让我们走吧 宋江一看没有办法 宋江就跟这些弟兄们 连夜谈了半宿 做工作 但是这工作做不通 最后后半夜 这些弟兄撒泪而别 水浒原文里边说 108将死了百分之七八十 其实在民捐传说当中 这里边前沿上 有一个散将 就是很多人不愿意再跟着干了 给宋江把这个忙算帮完了 王英等人就是如此 他们都走了 走了这帮人 转过天来 宋江跟同贯 一起放炮起营 得胜辉朝 得胜辉朝这路上兴君呢 走到了杭州 到了六合寺在那驻扎 驻到六合寺 又有两个人提出来 花和尚鲁志申和行者武宋 两个人跟宋江就说了 说大哥 我们两个人本来是和尚 行者武宋是行脚僧 我呢 花和尚鲁志申 原来出家在五台山 现在已经到了六合寺了 我们看杭州西湖 这是个风景修丽的地方 准备在这里出家修行 一提这个话 宋江一看也不能阻拦他们 事到如今 只可答应 于是鲁志申和武松两个人 就在六合寺留下来 后来听说鲁志申 在六合寺作画 而武松在六合寺呢 出家威僧 一直活到八十多岁 这是后话了 宋江带着队伍 非旨一日 这天就回到了东京汴梁 回到东京汴梁之后 同贯把前敌上征战的情况 跟皇帝一汇报 皇帝马上降职 这方辣打在慕容秋车 已经压载东京汴梁来了 先是把这方辣 凌迟碎滑 处于急刑 方辣死了 皇上又降了一刀圣旨 把方辣起义的那个地方 原名叫慕州和奢州 改名为延州和徽州 为什么改这名呢 这个延呢 延字旁边带一个反文 那个徽呢 右边也带一个反文 就是记忆着 这里是曾经有人要造反的地方 方辣原来兴建宫殿的地方 不叫邦元洞吗 皇上降职一把邦元洞这个山 整个从洞里打开 把这山给劈开了 不准再存留这个洞 皇上是生怕再有人造反 宋江呢 宋江呢 先是到金殿之上 向八地徽宗 就回奏了此次出征的整个情况 宋江为自己这一百零八位弟兄 臣说功劳 宋徽宗说宋江 你梁山这一百零八位弟兄 为朕的大宋江山可以说功高日月 明日你要把剩下回朝的这弟兄 带到殿上 朕要亲自加封 宋江下了殿了 可就在这天晚上 浪子燕青来找卢俊逸来 燕青跟卢俊逸就说 卢的哥 原来您是我的主人 今天呢 我向您辞行来的 卢俊逸说你要上哪啊 燕青说 元美爷 当初我是您的仆人 后来成了您的弟兄 这次跟着争角方辣 也算尽了我的一点微薄之力 事到如今 该到我走的时候了 我呀 本想跟宋的哥说 我怕宋的哥呀 不让我走 我跟您打个招呼 就算得了 卢俊逸说 你要上哪呢 燕青说 您放心 我走不远 我呀 还离不开您左右 您会看着我的 转过天来 早晨起来 再找燕青没了 卢俊逸问 燕青哪去了 少许人说 他挑着个挑子走了 去向不明 燕青走了 卢俊逸在燕青的注视当中 发现桌案上留了个纸条 上面写了一首诗 这诗是这么写的 情愿自将官告退 不求富贵 不求荣 身边自有君王社 淡犯粗茶 过此生 燕青说 这个身边自有君王社呀 就因为 他身上有宋徽宗 亲笔写的特赦令 咱不说他在李世世的妓院里面 见过宋徽宗吗 宋徽宗写那条到现在 燕青在身上还带着呢 那条上写的是 无论各部衙门 对燕青不准计拿 落魂 那是皇上亲笔 燕青就说 我身上有这君王的设令 我走哪儿都没问题 宁可淡犯粗茶 过此生 燕青走了 燕青走了之后 第二天 皇帝就把宋江 这些个所剩的弟兄 招到金殿之上 挨个加风 所剩的个弟兄没有多少 除了走的 除了死的 路上还有得病死的 也就剩那么二十来位了 有几位呢 封了一个统治官 等候着上任 有任的统治就封了这么几名 宋江 受武德代夫 楚州安抚史兼兵马独宗官 卢俊一 加受武功代夫 卢州安抚史兼兵马副宗官 军事无用 封武圣军成宣史 大刀官胜 封大明府 正兵马从外 胡彦卓 封御营兵马指挥室 小立网花荣 封英天府兵马都统治 小玄封开晋 封横海郡 苍州都统治 这官刚一封完 旁边同贯奏 说阮小七在征讨方辣过程当中 曾经黄袍加身 头戴王冠 驰骋原言 亵渎圣上有叛乱之心 这一本 该是很查的 当时宋江就为阮小七辩解 宋江说陛下 阮小七乃是出身愚民 不知法度 他那个行为完全是 争较方辣 狂喜心情 他是一种玩笑 还望万岁龙门宽忧 这八地徽宗听到这点点头 心想我要给他治罪 要敢说你龙袍加身 这可就死罪 但是宋江这么一讲 徽宗又觉得阮小七这个人 也不会真有做黄的那个想法 于是降旨 阮小七这官刚封了 官职免调 贬家为民 赏赐五千贯钱 文银二百两 阮小七听到这里 崩磕了一个头 谢主龙门 阮小七心想 你以为我愿意当你这官啊 让我回去啊 我还打狱去吧 他刚谢主龙门 阮小二提出来了 既然我弟弟回家为民 我无力管辖一方的总管 也请皇帝恩准 我也回家为民 皇上点头 这哥俩当他免了 这哥俩免了之后 在这金殿上跪着的 小玄奉拆尽心就想了 小玄奉拆尽心想 这可不好 阮小七就带着带王冠 穿了穿龙袍 铜冠抓住就那么弹劾他 我给方拉可是当过驸马呀 这将来他们要知道 还不得给我参奏一本呢 干脆吧 咱趁热打铁 柴进跪倒磕头 也跟皇上说了 臣无能治理苍州横海郡 请皇帝恩准贬家为民 宋归宗心里纳半啊 怎么梁山这帮人 都不愿意当官呢 宋归宗也只好点头盈云 因为宋归宗知道 小玄奉柴进 那是周世宗的后代 大宋国朝的江山 是从人家周朝手里边 躲过来的 所以他们老赵家 世世代代对老柴家 得另眼看待 小玄奉柴进 也当场辞官 剩下的都各自去上任 这其中还有一位挂印逃走的 谁呢 神行太保 戴宗 这戴宗根本就没上任 你不是封了一个 衍州都统治吗 戴宗把那个印 拿到手里边 挂到屋里边 不辞而别 走了 上哪了 上泰安神州 这位戴宗出了家了 这些人为什么都这样 经过这一番的大起大落 这一番征战 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心中感 余者 各自都走马上任 这一上任 佟冠和蔡京这几个兼党 在朝中他们可就密谋了 他们心想 梁山上这些人 虽然剩下的人数不多 但是各霸一方 掌握兵权 这要日子长了 当今皇上对什么比较赏识 再把他们提升 调到京都 将来都会成为我们的对立仇人 怎么办呢 蔡京就出了一个主意 先治他们一个 治谁 治这个卢州接渡使 也就是卢州的安抚使 卢军 怎么治他呀 他们柴人到卢州 找当地的土人 就给卢俊逸写了一封匿名信 告到京都 给宋徽宗送来了 说卢俊逸在卢州那个地区 整天操演人马 扩大兵员 有意模反 这信到了宋徽宗手里边 宋徽宗看完了 他还没至于糊涂的那样 宋徽宗心想 他就跟蔡京说呀 说卢俊逸跟宋江两个人 争讨翻蜡的时候 手下拥兵十几万 他都没反 怎么后来到一个地方 当小官了 他倒反了呢 蔡京说陛下 您不知道啊 他那日挂着高官得座呀 他以为您能把他封到京都呢 这回贬到连外 他心里不平衡啊 宋徽宗这也半信半疑 说这样吧 把卢俊逸招到朝中 朕亲自见上一见 蔡京说也好 就这样把卢俊逸招到了朝中 招到朝中之后 这皇上亲自见了卢俊逸 跟他谈论了一番 觉得卢俊逸不像有烦心 随后赐给他御宴 吃御宴的时候 是蔡京陪的 转过天来 卢俊逸走的时候 常听送别 蔡京说这还有皇上昨天 圣着玉酒给你留着那 请饮三杯 以壮行色 其实这玉酒里边 蔡京等人就给下上了水淫毒 这个东西是慢性毒 卢俊逸并没有防贼之心 酒喝完了 在路上走着几天的功夫 发作了 肚子越来越疼 最后卢俊逸死在路上 临死之前 卢俊逸觉得自己死得有点不明不白 给宋江写了一封信 人死了 这个送信的人拿着信到楚州 来见宋江 一见宋江把书信一交 宋江一问 说卢俊逸已经死了 死在路上 宋江打开书信一瞧 卢俊逸也没说喝的是毒酒 只是把回朝的这个过程 给宋江说了一遍 宋江就想 难道说那黄蜂御酒还能下毒吗 宋江不信 结果把这封书信 他就压起来 宋江把书信给压起来之后 没用几天 皇帝给宋江送来两摊御酒 其实这个御酒 是蔡京同冠他们给送来的 就说皇帝赶到宋江 征脚方辣有功 初次到任赏赐御酒两谈 这御酒拿来之后 宋江把这个酒喝了 酒喝了之后 宋江也感觉到肚子慢慢就疼 宋江马上意识到坏了 我中了奸臣的奸计了 可能我也要买 宋江当自己觉得不能活的时候 他马上想到了周围这几个弟兄 个子都在自己的职位上 宋江想啊 别人不担心 就担心李逵呀 我要是一死 李逵得知有这么个事情 那李逵是非得造反不可 李逵是义勇之夫 如果他要再造反 肯定是个悲剧结果 他就得跟方纳一样 非让官军把他抓住之后 凌迟碎垮 连这最后的这点明节 都保守不住了 怎么办呢 宋江马上写了根书信 把李逵给叫来了 李逵到任上之后啊 整天憋闷 这么着急的时候 一看大哥写信叫他 李逵来了 一见了宋江就别提多罗姓了 哎呀大哥呀 这一自个作画一点意思没有 宋江说来来来 咱们弟兄先喝酒 马上酒宴摆上 就把这带毒的玉酒 宋江就给李逵也喝了 宋江陪着李逵 把这酒喝完了之后 宋江就跟李逵讲 你知道不知道啊 卢俊一死了 李逵是怎么回事 宋江说你不要一惊一乍的 他喝的是毒酒 把经过怎么怎么一讲 宋江说假如朝廷给我也送来毒酒 让大哥我喝完了也死 你怎么办 李逵说 送来毒酒你就不喝了 你不喝咱们就造反了 啊 宋江说现在造不了反了 梁山坡那个地方没了 咱们这些弟兄 死的死亡的亡 我们这些梁山的楼楼兵 已经被官府都分拨在各个营中去了 所顺无几 谁还能跟咱们走呢 李逵说不用那个 我那个润州有三千人 你那个楚州再凑几千 万八千的够了 咱们还回梁山坡 到那个地方更疏心 这回再造反了 谁造反也不去了 我就包你做皇上 宋江说兄弟 我们去不了了 我现在已经把毒酒喝下去了 我想到你 怕你将来造反 落不了什么好下场 所以把你请来 你也喝了毒酒了 你刚才喝的这个酒 就是带毒的玉酒 李逵请到这 把大眼珠子一热 怎么了 你我也喝了毒酒了 对 兄弟 早晚你是死定了 好 大哥 你也喝了毒酒了 那兄弟 我当然也得喝 我李逵 活着的时候 伺候大哥 死了以后 在大哥跟前 当一个小鬼 来 再接着喝 说的话 李逵端起酒 往里 咣咣咣咣咣咣 又喝起来了 宋江他别喝了 兄弟 我那个楚州城门外 有一个地方叫鸟儿妈 这个地方 四面浑水当中 叫有座山 特别像凉山坡 我死之后 我准备就葬在 那个山的根底下 你呢 如果愿意的话 就跟我葬在一起 李逵端说 我现在就不走了 您不说这酒 喝完之后 几天就死了 我什么时候死 什么时候算 您死 您先死 是我先死 都一样 死完了 一块葬在那 宋江是好凶的 说到这儿 宋江抓住 李逵的手 伤泪俱下 宋江这一哭啊 李逵的眼泪也下来了 这顿酒喝完了之后 没用几天 宋江先死 是李逵后死 按照宋江的遗嘱 就把他们两个人 埋葬在廖儿妈山脚下 宋江李逵 卢俊逸这一死 很快的消息就传开了 紧接着 又来了两个人 谁呢 小李广花容 还有君师乌庸 小李广花容 是英天府的独统治 君师乌庸 是武圣军的独统治 两个人听说宋江死了 来到釜州 一问果不其然 是宋江死 君师乌庸和小李广花容 两个人亲自来到宋江 李逵的分钱 烧纸祭典的一般 祭典完了 两人回到了金庭医馆 到了医馆之后 转过天文一早晨 君师乌庸到小李广花容的房间一看 花容没在这儿 哎这花容哪儿去了 君师乌庸 打听别人 说小李广花容一大早就起来了 又上鸟儿八去了 乌庸说怎么又上鸟儿八了 乌庸紧跟着又来到了宋江的分钱 再一条花容 吊死在坟旁的树上 花容死在这儿 君师乌庸告诉他们地方的人 把花容的身手成练起来 就在宋江的那面 刨了一个坑 立了一个盆 树上一桶杯 宋江 左有李逵是右有花容 死在这儿 君师乌庸看到这一切 没有哭 没有叹息 乌庸自己 相反 登城上路 这乌庸啊 他并没有回转他的五圣军 上哪儿了 他上梁山了 乌庸来到梁山 水破边上 此时这阵 当年珠桂那个点儿都没有了 吴用雇了一只小船 自己一个人 在烟波浩渺的水破上渡过去 登上了金沙滩 顺着宋江马道 吴用不慌不忙的走上来了 来到了忠义堂前 一看 忠义堂这块匾已经陈旧了 原来那个金已经退去了 依稀还变得出来 于是君师无用就走进了忠义堂 走进忠义堂 一跟忠义堂两边 原来这108将众位弟兄各自坐的位置 还都在 只是一个个那椅子上 已经盖满了尘土 忠义堂房顶上的四角 挂满了蜘蛛网 这屋子里边是静悄悄的 军师无用继续往前走 正面里捉案的后头 那就是宋江 卢俊逸 吴用 公孙盛 他们四个人坐的地方 军师无用 来到正面的座位上 把自己原来坐的那张椅子 尘土打了一打 然后他坐在那 转过身 看着下面的 一把一把的椅子 忽然 他好像觉得又回到了当初那个样子 忠义堂上 热乎腾腾 两旁边坐着一百兵八位将官 出出进进 报市的茫茫碌碌 开始忽然间 这一切又都化为无有了 吴用叹息了一声 往周围又瞧了瞧 然后站起身来 有点这个忠义堂上 他慢慢的 拖着沉重的步伐 走出来了 来到忠义堂外 抬头瞧了瞧 忠义堂前 那个旗杆还在那立着 旗杆上高挑的姓黄旗 上面写的是替天行道 这替天行道四个字 依稀还可以看得清 但是这个姓黄旗呢 已经被风骨的破了 一条一条的了 但是风一吹动 还啪啦啪啦的在那摇摆 吴用转过身来 站在梁山上 看着那浩渺的水破 心想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天不保佑啊 为国尽忠 国家不公 吴用啊吴用 你这个名字叫的太好了 你又无用 的的确确 你也无用啊 梁山上一百零八位弟兄 唠叨今天这个结果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当初宋大哥 他不想推翻朝廷 他只想归顺朝安 我觉得宋大哥说的也有理 但是现在看来 我们这一步是走错了 那么你是军师 军师军师 有事先知 有事不知 何为军师 吴用 你真是一个无用之人哪 吴用回转身来 又来到中义堂上 从自己携背着的招温袋里边拿出纸张 拿出笔墨燕马 言了言墨 提起笔来 讲墨告保 在这纸张上 他就有感而发 写了一首诗 替天行道 天不佑 为国尽忠 国不公 无用军事 实无用 扶军扶兄 两无能 忌毁朝安 三迎送 混断江南 避雪红 重登梁山 三寻旧地 锦布黄泉 汇群英 无用把这诗写完了之后 抬头 看看中义堂上这个大过梁 当年就是李逵从那个过梁坨上跳下来撕扯招出 无用 无用 把自己的丝涛解下来 往那过梁坨上一扔 搭过来扯下来 记了一个死扣 搬过一把椅子放到底下 自己站在椅子上 把不像梦的绳套里边一伸 俩脚把这椅子一针哭疼 椅子一倒 无用 吊死在忠义堂上 此时 清风萧瑟 芦苇夜黄 八百里水泊 浪起千层 五千阵梁山 衰草摇地 白云起清空 碧水积山时 云天水乡 风鸣树响 好像在向世人宣称 壮在梁山 悲在英雄 无用吊死在忠义堂上 水火的英雄 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直到现在啊 山东 这个梁山 有一个梁山县 我曾经到梁山县去过 居然讲 这梁山下边 这个梁山县 就是当年的八百里水泊 现在这个水泊 已经没有了 变成一个县城了 只是你要走出几十里路呢 有一个东平湖 这个东平湖 还残留着当年 梁山破的风貌 离这梁山县不远 有一个十节村 这个十节村 就是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他们弟兄三人呆的地方 我到那里去的时候 问当地的居民 说当年这个地方 曾经有阮家祠堂 后来呢 这个阮家祠堂就被拆了 有人就这么讲 说拆这祠堂的原因呢 就因为这阮氏三雄 最后没当官 说如果这三个人 要是当了官的话 那可能这个祠堂 不但不拆 还得要不断的翻修 要向后人传誓 说这是老祖宗 要祖光宗当官时候 盖的 说中国人在心里边 总是有这种 官洁观念 尽管如此 但是梁山脚下 现在还有一种上午之风 所谓上午之风 就是梁山人 还是喜欢练武艺的 我曾经跟着人家 上到梁山上 看到当年的宋江马道 还有李逵曾经待过的黑风口 还有什么断金庭 当然也包括中义堂 看完了这梁山之后 难免要发一番 怀骨之忧思 有人这么讲啊 说梁山那个山 可是不是太大 如果要和五月 黄山比较起来 那真是小屋见大屋 但是梁山那个山呢 历史悠久 从汉朝就有了 后来尤其是宋朝 有了梁山这么一帮豪杰聚集山上 再加上施奈安先生 写出这么一部水浒传 由此这梁山就大大的有名了 所以有人这样在山上写一首诗 说五月随高 空山水 梁山随小 大有名 水浒一百零八将 父乳同搜 寄心中 梁山水浒一百零八将的故事 代代相传 九传不衰 直至现在 水浒传 我们到此就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收听